大家好,歡迎來到即使攻略這個環節 在過去的一些時間,我通常都會跟大家講一些外圍的情況 例如印度、日本等國家的情況 不過今天就試試選一些新的意思 嘗試跟大家分析一些過股的情況 今天選了一隻,為何會選它呢? 最主要是公司本身,即大股東本身 有一些回購股份的動作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但在講這隻股份之前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常有些大股東會做一些增持的動作 那背後究竟有甚麼目的呢? 事實上,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記得 有些股東都可能在公開市場裏 都可能會有些叫回購股份,又或者增持一些舉動 這些動作背後有甚麼原因呢? 通常都離不開以下這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通常公司的大股東 都可能看好是公司的前景 假設公司在資料的時間 可能都依然有一個比較好的增長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現在的股價是比較低的話 就會不介意在市場上 可能會吸入一些股份 除此之外,有時候就是公司的股價 可能是反映不到真實價值的情況 因為有時候可能很多公司的業務的性質 可能外界又不是很清楚公司的運作情況 但可能公司都真的有很多比較豐厚的資產 甚至乎,你可以說那個資產淨值 有一個比較大的折養的時間 公司的大股東都不排除 可能會有這些爭執的舉動 另外就是,通常有些股權上的爭執、爭拗 例如好像之前的時間 這個叫萬科這些事件 你會見到的,很多時候的股東 大股東可能會默默吸在市場上 我們叫做掃貨 而大股東本身 如果想拱固他們的地位的時候 都不排除可能會有些爭執的舉動 希望我找到一個絕對性的控制權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即是有什麼原因呢 例如說有些股東 可能他們本身 可能一間公司都派一個比較好的股息 他們都是大股東來的 但可能收到股息之後 可能會將這些資金再買一些股份 因為其實買得多的時間 到你下一年的時間 如果你派一個比較多股息的時候 自然對它來說 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得益 所以你可以說 通常大股東爭持這些舉動 都是背後方面 都有些不同的因素 但今天講到股份 就是甘慰醫療 其實公司做了什麼動作呢 其實你在教育之前的時間 公司的大股東金元 就提出一個叫收購的要約 那要約是關於什麼的內容呢 就是公司本身 即是這個大股東 即是金元先生 就向現有的股東收購股份 那收購價是多少呢 1.25元 如果大家看回現在的圖 你會看到 公司現在的股價 都在這些水平上 但在公布這個消息之前 其實公司的股價 都在大概1元這些位置 就是賠了很久 你可以說 當這個消息公布出來之後 那個股價馬上又抽升 但是這個收購 其實公司都有一些條件 是什麼條件呢 就是假設 這個有條件的收購 就是公司本身 或者大股東本身 其實收購的持股量 要超過五成 才能夠作實到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就是 除非現任的股東 有大概1成12.3%的股東 是同意他這樣做 願意呢 將這些股份 出售給大股東 就是令到大股東的持股量 是超過五成 如果不是的話 這個要約 就是不成立的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一些股東 覺得一個二元半的價格 都很吸引 那你自然願意 是會沽多些貨出來 不過呢 公司 即大股東本身 你都說明了 就是公司 這個行動 就不是私有化 純粹就是說 是想要多些股權 所以不會將公司 即是有機會叫做 叫做 叫做 去除上次地位 就不會做這件事 基本上呢 都會保持上次地位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行動 都反映了 就是可能 公司都幾頭 大股東 都幾頭好公司的前景 事實上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圖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圖 反映了 就是今衛醫療 那個股價 反而是一年到現在為止 那個走勢 其實你會見到 在最右手邊的時價 那邊 會見到有一點 那一點是多少錢呢 一個二毛六 就是說 現在今天 就是今天 的價錢 基本上 是比它那個 收勢價一個二毛半 更加之高 這個為什麼會 出現一個狀況呢 可以解釋 不過呢 之後再跟大家 再講這個情況 但回到這麽多年的時間 其實今衛醫療的股價 你可以說 其實是比較差的 就是說 差的意思就是說 幾乎 基本上 摩電反彈過 還有 也有一個比較差的走勢 所以 如果以一些股東來講 一個二毛半 不是說現在 是說之前的時間 假設 對那些低筆的時間 有些收勢的動作的話 很可能 那些股東 願意給他一份 再看看 今衛醫療本身的 一些公司的業務 簡介 其實今衛醫療 大家可能 不太熟悉這間公司 但公司本身 那個飯售都比較多 公司上市的時間 最主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醫院的設備 就是醫療器械的業務 除此以外 到上市之後 公司都有其他搞作的 做些什麼呢 醫院的一些管理的範疇 醫保訊息的一些管理 中草方面 有些業務 可能有包括在內 但是 第五範 這個持帶血的儲存分佈 這個業務就比較特別 為什麼呢 他投資這間公司本身 就是Larsdack上市 而且這個業務 你也可以說 對於公司來說 是一個很潛在價值的業務 為什麼這樣說 一會兒大家就會明白 如果看你公司 假設你有貨 你說現在怎樣做法好呢 因為剛剛已經提及到 它的價格是1.25元 現價來說 是高於收購價 按道理 現在來說 你又應該比不比 看你怎樣理解 但是如果你假設 以當時1元左右的時間 你說 它出了一個要約 你又接不接受呢 這些都可以說是一些 接受的原因來的 例如說 公司在過去這三年的時間 基本上都是虧損的 而且虧損的情況 都幾嚴重 而在2016年 上半年的業績 其實它的表現 都是差的 而且虧損 還有一步擴大 另外 剛剛也提及到 它的股價 其實長期 都是在一元邊的位置 成交量 都不多 意味著 你要走貨的話 其實都真的不容易 所以這次的收購行動 其實可以說 是幫一些現有的股東 帶一些套現的機會 這個大家都應該會明白 但有個因素是 如果一旦失敗的話 那會怎樣呢 股價不排除 可能跌下去 所以假設 像拿著貨的投資者 可能會想 那不如 算吧 都一個二毫半 沽了去算 甚至乎 現價的時間 一個二毫六 這些價位 按道理 你應該沽了去 不過剛剛提及到 在這個叫做 遲打業務那邊 一個很有潛質的業務 究竟為什麼 這個都可能是一個 不接受這個要約的原因之一 因為其實這個業務 公司本身在過去 這一兩年的時間 都打算將它出售 現在據似公司的股權 大概六成半了 為何會買這個業務 不要小看它 這個業務 如果講到最新的 跟一些公司談的一個作價 賣出去的話 是多少錢呢 是57.6400萬人民幣 這個錢 第一 就不是小 第二 基本上 如果這一件的資產 能夠順利沽出去的時間 其實公司 可能將這些錢 用來怎樣呢 儲回票據 償還貸款 如何低 都有差不多 31億 你可以說這個數 其實不是小 大家可以按一按 現在這間公司的市值 市值多少 多少 大概40億左右 其實當公司 賣出舊資產出去的時間 其實那個回報 幾乎 等於公司的價值 當然這個業務本身 都有些代價 假設賣出去之後 金偉都會和對方公司 都有一個利用的補償協議 保證 在未來這三年時間 業務的利用方面 都會有一定的保證 假設達不到的話 金偉是要賠錢的 但這也是後話 但問題是 假設公司 賣出這個資產之後 其實是不排除 賣出一個特別息的 因為公司在這個通告裏面 即是在之前的收購通告裏面 都提及到 假設這個資產 能夠賣出去的時間 就會用一些 叫做這些餘下的資金 就用來 營養資金 就會用來 叫做一般的operation 用 有可能有些收購 但都說不排除 有機會派發股息 所以你看到 公司 這個大股東 今次有這個行動 究竟是否想收多些貨 然後派一個特別息給自己 這也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 而且 其實不止這一單 如果再看再之前的時間 公司和這間公司 都有些爭拗 而且達成了一個和解協議 以這件事來計 其實它將會獲得 大概7億多 8億多的和解費 這是剩下的 如果計算一條數 兩件事合起來 其實公司本身的現金數量 將會達到差不多40億 這樣就等於現在公司的市值 你可以說 假設 遲些公司 可能賣順利的 賣了一些資產出去的時間 公司有機會是特別息的 所以假設你拿著股份 就變相你有機會 可能收到這些的息 但就這樣說 其實很多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裏面 很多的股份 其實你可以說 它的現金值都是很高的 即可能分分鐘 就是比現價為高 但為何出現這個狀況 最主要就是 覺得很多公司本身 拿著錢 但可能它有其他 想著其他用途 又或者它又不願意派送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公司 因為可能本業 就做得比較平凡 沒什麼特別的事 你又溫住公司 溫住業務 但又不派錢出來 所以 令到股價 基本上是為不到的 你說好像今天醫療 是否會出現這個情況 不得而知 因為現在你可以說 成這個協議本身 都還要做很多文件 通知股東 以及 都要做很多審核 這方面的工作 但你只好可以說 如果假設公司順利地 將這些資產 即是叫做買出去的話 公司的回報是不低的 所以為何它的股價 你說見到 為何可以比一個業務本 更加之高 都不排除市場上 可能有些投資者 衷勁著說 有機會會提價 當然是否就不得而知 但如果你是假設本身拿著貨 你都可能就說 不如算吧 之前買了貨 都有一個套影的機會的話 這個價位 一個業務本 都不失為一個套影 比較好的價錢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的時間 就和大家解答一些 觀眾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可以WhatsApp我們 或者E-mail給我們 各位觀眾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主力 這一節就是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嘉賓仍然都有我們的總監 就是Stanley在旁邊 Stanley 你好 我們都事不宜遲 去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先 旁邊接通了有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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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隻 改一改 是1088 神華 是 神華 這隻手是沒有貨的 我看它 應該是否應該 什麼價位入 入不入一個呢 是 是 煤炭股 煤炭股 就是中國神華 還有15.84 暫時偏遠跌著4.6 都見到 之前神華都跌得 今天跌得多 跌了 3%主要都講 環撥海動力煤價的指數 繼續下跌 其實下半年回來 近幾個月好像都開始 價格都在跌下來 現在來說 政府都好像 內地做很多的動作 想壓止煤價的上升 是 還有我覺得 或者這樣說 其實那個跌的幅度 昨天來說 跌一元而已 又不是跌很多 其實你可以說 今天 它的跌下跌 有些是借口來的 但是你只可以說 這個板塊本身 是 好沒有景氣呢 真是好量體 其實剛才說得對 你可以說 其實是 因為內地方面 都不要想煤價升得太急 太快 因為煤價升 衍生出來的問題 是可以很大 因為你想回頭 那些鋼企 那些水利企業 那些 全部的原料 即原材料 或者那些叫做燃焦的材料 就是來自這個煤炭 所以煤價升上去 衍生的問題 可以說是很嚴重 所以你說按住價 其實是很合理的 還有你可以說 這個板塊 就是本身我自己長期 看得比較淡 最主要是你說 產能過剩這些問題 是不是這麼快可以解決呢 我真的不是這樣看 還有我覺得就是說 在之後的時間 其實煤炭在內地的能源的佔比 不斷會縮 這個目標 現在說到2020年 2020年的時間 基本上只剩下五成八 另外那個叫做煤的產量方面 其實那個增長都不高 如果你以2015年的數目去看的話 當時是37.9億噸的 到了大概2020年的時間 他預計那個量是多少呢 是大概36.9億噸 增長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板塊 你以為是有炒作的 是甚麼呢 整合那些 國企整合那些 有些幫助 所以這些價位 我會覺得 就不需要這麼急買住 你真的想薄的話 我會建議你 可能15.3 15個月這些位置的時間 才再考慮 這些位置不搏 就算今天這支陰燭跌穿了兩條天線 都不要理住了 暫時不理住了 好 再等多一點點 黃先生可以嗎 幫到你嗎 是啊 挺好 好 多謝你 還有一隻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問一下 美高梅 200 有沒有貨的 也是沒有貨的 我見他這陣子好像跌不少 比較弱 我見他會不會在低位 或者是低位 或者是低位 入入不過 明白 其實美高梅 昨天也有很多家庭觀眾去問 暫時沒有升跌了14.78 主要都說到 他本身有些新的 一些新的 要延遲半年 那會不會太好呢 我反而會這樣看 你說延遲半年 甚至乎你說 可能不建出來 我覺得很正常的 你現在 澳門當地 你說那個 那個 那個市道 是不是已經 完全是改善了很好呢 你又不是 其實你現在不需要 趕著出來建 反而突然轉 你看一下市場的情況 才再做一些新的投資 反而更加之好 可能市場這一陣子 都比較 之前那一陣子 比較熱炒這個板塊 所以一旦有些停工 延遲的消息 市場反而比較負面 不過暫時來說 因為這個豪島板塊 我覺得是炒波幅 就是剛剛你說炒波幅的話 就是講這個神話 反而這一堆 就可以試一下 那又好像 美股玫瑰禮 你看看這一段時間 14.5都附近 先守住 守住的話 你駁去不穿 這一輪的低位 14.5這個位置 你可以駁一駁反彈 那你上面也暫時 大概是16元左右 做目標價先 好的 看看14.5 守得住的話 就可以享受 買入 然後看到16元這個位置 幫到你嗎 OK嗎 王先生 好 我們也聽下一位家庭觀眾 電話先 下一位家庭觀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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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 是啊 是你 你好 我想問那隻 53 530 530 是 530 是 高銀金融 3個4毫多 一段時間 3年前 是否回到我家庭 麻煩你一次救 我怎麼做 麻煩你 好的 看看高銀金融 編號530 做2.9毫1 今天升2%上來了 但升2%之餘 也藏了一個新低 2.7毫7 3.4 你便拿了貨 現在怎樣 都拿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說可以 找位減遲 還是沒有辦法 都要繼續拿著 其實我想問問家庭觀眾 為何要買 不過我知道沒有時間 所以我還是先回答 其實你說 當然買了貨 現在 叫做市場新低 有些反彈感 合理 但這間 即是這間 高銀金融本身 其實波幅很大 還有這陣子的走勢 不是這陣子 看上去年 8月份打後的時間 其實沒有好過 所以你說這一類股份 其實你說之前買的時候 都一定要想好一些 叫做風險上 例如指洩 這些部署 之前可能沒有做到 你說現在怎樣做法好 我會建議你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打上去 大概3.2都附近走貨 因為 你看一個圖 你見得到 其實是很差的 沒錯 變相就是 譬如說每一次跌下來的時間 可能有人去追貨 買貨 博反彈 但都可能不成功 所以一陣子的時候 你會見得到 成績量很大 但之後 縮一點 如果以這樣計法 即是很多蟹貨在上面 所以 我想暫時不太貪心 有3.2的話 都先走了貨 好的 3.2都先走了貨 沒錯 還有沒有其他的提問 OK嗎 我還有一隻17800 過身軍軍 進去很高買 我想準期遊客 那 又有什麼教會 如果你說高位有貨買的話 不如考慮一下 拿一長時間 因為為什麼 勸商股 第一季的市貨 我覺得 不是太有理想 不過 今年的2、3、4季度 甚至乎下半年的時候 我覺得 又不差 所以暫時你有貨的話 當然我剛剛聽不到你是什麼位買 但是有貨的話 拿著它先 這隻 這隻就不是很擔心的 嗯 不需要太擔心了 暫時報在2.4號 沒有 跌一絲下來 變遠 都謝謝你 電話來電 希望幫到你 我們要聽完下一位 家庭觀眾 林先生電話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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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 中庭委員 207 是 有沒有貨 我還沒有貨 是 是 是 明白 是 簡單 是 因為為什麼呢 你說如果以 即是 駁一些 價炒價數 你這些價位 可以撐一下 但是記住 因為 現在暫時來說 它那個走勢 都比較是 橫行拉腳 那個格局 你下面可以以大概 4個2左右 還有一個叫做指示位 如果你現在是現隔 想追貨 大概4個2座 指示位 你上面暫時都可以看著 大概4個半左右 還有一個目標價 但是這個 記住 這個是炒短線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有買內房股的話 可能我都比較喜歡 中海外多些 所以這隻你炒短線 炒格數的話 不穿4個半 4個2座 拿著它 先 好的 幫多你問 林先生 Hello 林先生你好 OK嗎 還有一隻股份要問 3968 勞煩你幫忙 請 有沒有貨 沒有貨 是 林先生 招商這隻 中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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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正想問你是什麼線買 因為短線的話 內銀股又真的沒有太多憧憬 你只要可以說 這一陣的時間 都是比較還行悶一些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都會加強 內銀方面的監管 所以你可以說 內銀股這一轉 我相信 沒有運行的 但招行本身 其實你又看到 它其實走一個 比較大型的 即是長方型的形態 你下面的支持位 大概是17.6 到18.8 這些位置所計的水平 你上面是20元 這頂位來的 所以你現在 要不要這麼快去買 又不用這麼急著 我反而建議你這隻 內心的等候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解決 18.5樓下 這些位置的時間 才買住貨都不遲 好的 希望幫到你 林先生 我們都要是時間關係 要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有位家庭觀眾 想問4環的醫藥 460的 暫時做2.23 靠穩升一仙 他說 他留意到4環 由去年11月 就一直是公司有些回舊 他都在1.8的位置 就入貨到現在 是不是都繼續持貨不動 都問回購股份 是不是一定好的 有什麼意義 可不可以多講解 問得很好 不過如果剛剛有看我上一節的節目 都大概明白為什麼 你可以說通常回購股份的動作 第一 可能反映幾個因素 比較正面 例如公司覺得股價本身 是比較低殘 可能覺得價值遠遠是不及 即是遠遠是高於那個價值 遠遠高於現價 所以公司通常會有這些 叫回購股份的動作 就是反映公司 看好公司的業務發展 這是第一 可能差一點 就是怎樣 公司本身 錢多的 但又不知道怎樣去運用 可能沒有太多收購的情況 所以公司通常會靠這個動作 即是希望就是 靠這個回購股份的行動 令到公司高的EPS 即Earning Per Share 即每股的盈利方面 就會提升 但如果以四環的情況去看 通常都是前者 是一個叫做 給外界一個信心的因素 因為四環以前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經歷過一些 給一些國安機構指控 之後價錢都沉下來 沒錯 如果以近期來說 價錢升了很多 不過 如果一年圖看 你就知道 其實價錢 會大裂口 沒錯 而且基本上 股價這一年裡 表現不算很理想 當然 現在郭伯島有貨 我也先恭喜你 不凡考慮一下 先拿貨 但怎樣都好 因為市場這個股份 波動性 可以很大 所以暫時來計 我會建議你 二分大約 兩個一盒半 再指散 如果不穿兩個一盒半 如果不穿的話 只穿的話 先人只賺 看著兩個一盒半 看看會否守得住 繼續可以 不需要太擔心 繼續拿著 謝謝Stanley 今天的詳盡分析 我們這一節的問答環節時間差不多 有沒有持有任何一隻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有其他情況環節 每間股份 會為大家推薦股份 會為大家推薦股份 沒甚麼 我們再請了 1 Menge